哈喽大家好 我前段时间不是问大家 有没有想聊的恋爱经嘛 然后把遇到的感情问题留下来 然后热评前五的我们都来聊一聊 我呢虽然恋爱经验不是特别多 但是呢目前来说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婚姻 所以呢我也只能跟大家聊一些 我和三爹平时的一些恋爱 和新颖婚姻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说小心得 三爹呢今天不在 所以关于恋爱主题的第一期呢 就由我来跟大家聊吧 本期视频收集了热评前五的问题 进行回答 下面就标记了每个问题的时间线 方便大家进行快速查阅哦 首先第一点 怎么找到男朋友 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你已经成年了 也不用太着急 如果你有喜欢的人 我建议你是可以自己主动一把 但是如果有喜欢你的 却还没有跟你表白的 你也可以再等一等 认真来讲啊 只要把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一定会有人来追求你的 不管是外在 学化妆 学打扮 或者是说你的内在 你可以去多学一些自己感兴趣的 去吩咐自己 比如语言 比如乐器 比如绘画 比如跳舞等等 只要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 你就一定会被别人发现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不管是外在的也好 还是内在自己学的什么东西也好 只要你能够觉得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优秀的话 就一定会有人喜欢你 当然啊 要怎么让他变成你的男朋友 或者是怎么让你变成他的女朋友 这点的话 还是要看两个单诗人了 第二点是 异地恋分开久了很容易吵架 然后因为这一次疫情 和他分开了两个月 这点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跟自己没有太多安全感有关 没有太多的安全感的时候 你会胡思乱想 会觉得他对你不好 或者说会觉得他冷落你 他不关心你 就会各种各样的胡思乱想 然后你就会莫名的觉得很烦躁 会想跟他吵架 逮到一点点小事情 就会特别不开心 谁叫我们女生心思细腻呢 只不能怪我们对不对 其实关于安全感这个问题的话 我相信很多异地恋的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而且是大部分的 安全感的话要对方给你 当然也要你自己提自己 别人问我的时候 我会说只要两个人感情够坚定的话 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但是谁叫我们都是凡人呢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是异地恋的话 并且你个人心中的安全感并不是特别足的时候 我觉得你要告诉他 就是可以细化到某件小事里面去 就比如说他去玩游戏了 却没有告诉你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他是不是冷落我的 是不是没有想我 这个时候你可以主动地告诉他 就是说我其实还蛮想知道你在干嘛的 可以在玩之前跟我说一声 对吧 那我就知道你在干嘛了 这种安全感也要自己给自己的 就是你不要一个人躲在那里胡思乱想 即使你胡思乱想了 也不要乱发脾气 很想生气 但是你可以把自己这种不开心的也说出来 你们关注我也很久了 我经常会跟你们说两个人要多沟通 尤其是恋爱的时候 恋爱期的时候 其实还蛮考验人的 就一开始热恋的话 谁都是想黏着对方的 但是如果只要时间一长的话 你要怎么把这一段感情走下去 我觉得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异地的话 尤其是记猜记的 把自己所想的去告诉对方 这样子呢对方才会知道 因为有很多男生都会更近的 他完全都不知道自己哪里做的不好 所以我觉得可以适当性的就是告诉他 然后他如果有再改变的话 那就是一个好现象 但是如果你说了又说 他还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把你放在第一位 安全感这个东西呢不仅仅是对方给你的 也要你自己给自己 第三个问题 和老公怎么保鲜 感觉婚后越来越平淡 这个问题的话 刚结婚的头两年 我跟他吵架的时候 也会有过他到底是不是我最终的那个人 我自己是金牛座嘛 他是巨蟹座 他其实是有点就是很逗逼的那种 然后你们平时也看得到 我呢就是比较典型的那种金牛座 就是会很闷会很固执 不开心的时候或者是说我跟他吵架的时候 我习惯性的会先冷战 不想跟他谈 然后就把什么不开心的都放在自己的心里 然后把它放大了 他很不舒服 三爹他是不喜欢这种情况的 就希望能够跟我沟通的 所以他的这种行为 就是直接有在改变我 我的总结就是 两个人一旦有不愉快的时候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告诉对方 觉得开心的时候可以适当性的 感觉自己两个人还在谈恋爱的那种 就没有必要把自己想成 我已经是已婚了 做这些事情不太合适吧 比如说撒撒叫啊 两个人牵牵手啊 抱抱对方啊 其实我这些年也改变了很多 尤其是我要把不良情绪 闷在心里 要跟他冷战的这种行为 如果矛盾多了的话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是一定不会愉快的 而且也走不长 我觉得保鲜这个问题呢 首先就是把两个人的小毛病 小习惯给改一改 觉得很少有男生就是那么浪漫 终究会归于平淡的生活 对吧 柴米油盐 首先是解决矛盾 接着就是给自己的生活 给两个人呢 多一些情趣和仪式感 自己的老公另一半没有去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我觉得女生可以完全来做 因为毕竟你们已经是成为一个家庭了 也不在乎到底谁来做 那你做了大家一起开心的话 也是很好的 不一定非要等着男生来做 第四点 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可以和对方相守一生呢 这个问题的话 我在他里面的评论里面 看到有个人他回的还蛮不错的 就是我的想法跟他有点点相近 就是你决定跟他在一起相守一生的时候 不是某个瞬间的草率的一个冲动决定 而是你有惊吓心来去回想自己跟他的一些过完时光 然后你想到的都是自己跟他在一起非常开心 非常幸福的一些画面 然后在某一段时间你会觉得他值得自己去托付 想要跟他一直一直走下去 我跟三迪爹的话是因为犯犯那只狗 可能有些老粉都听过 我跟三迪还有一大班朋友出去玩 然后当时是在一个悬崖上面 那个时候我跟他在一起可能有七八个月的样子 但是就是狗狗在爬山的时候 晚上上走的那种台阶怎么说走栏一样的 不知道为什么中间有一段地方他是破了 然后狗狗跑着跑着 就掉下去了 当时掉下去他因为毛长 前面的悬崖上面的一些树枝给滚住了 卡在那个地方 但狗狗就很害怕就一直叫 三迪是很爱这只狗的 就一定要自己马上下去 我那些朋友就马上打电话给请点区的 下面是一个群伤围在一起的河 三迪说等到他们从山脚上来的话 起码还要再等上一个小时 就看到那个河的旁边有一个木质的床 上面有一颗这么粗的绳子 三迪就直接拿上来裹在自己的身上 完全没有安全保障的 就如果你掉下去的话基本上就不回来的 然后他就一定要下去 我就不让他下去 他一定要下去 他说万一狗狗掉下去了呢 但是我也想啊 他如果掉下去了呢 然后在他旁边哭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哭 就脑子里就很怕他掉下去 我感觉我脸红了 他能平安回来之后 那个瞬间我觉得 我想跟他就是一直走下去 我跟三迪不是已经结婚有这么多年了吗 我问他是什么时候想跟我在一起的 他说可能我们谈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 就想跟我结婚了 我跟他才谈三个多月的时候 他就把我领回家 就是给他妈妈看 也是因为那只狗狗 他说要把那个狗狗放我家养几天 然后让我去他家那边等 其实呢他上去跟我婆婆说 说我在楼下 然后我婆婆就让我上去 那时候差不多三个多月的时候吧 所以我觉得如何决定 想要跟对方相守一生的时候 一定是你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面 你想到的大多都是幸福的 美好的 开心的 再加上某一个契机 让你会觉得你想要跟他相守一生 当然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我觉得也要根据自己跟对方的感情 去决定到底要不要跟他相守一生 到底他是不是就那个对的人 第五个问题 失恋了好难过 心里空了一大块 但是理智告诉我分开是对的 可是感情上却舍不得 只能说你给自己多一些时间去忘记他 因为毕竟你也是真的喜欢过他 也在一起过这么一段时间 对于这段感情的话 肯定会有一些舍不得 你可以去旅行 你可以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不要一直在想这个人和这段感情 真的是时间会去冲淡掉的 如果他真的不是你对的那个人的话 真的没有必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一直去想之前的这段感情 不过呢 我们不是当事人作为旁观者来说的话 只能是劝你尽快的让自己走出来 其实这种时候 我觉得旅行和听歌是非常能够治愈的 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的话 慢慢慢慢的你就会把它弹弯掉的 很多事情都是有解决办法的 就是看你想不想去把它解决掉 想不想把它弯掉 以上呢就是上次热评的前五个问题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留言在这条视频下面 之后我会再出第二期 跟大家聊聊关于恋爱的那些事情 但如果你有想看其他的视频的话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谁也不是平平无奇的恋爱小天才 对吧 很多都是跟朋友和我们之间 沟通出来的一些小经验 所以大家有想聊的都可以留言 好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就下期见了 拜拜 拜拜